本土病例132例 含3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截至1月5号24时 现有确诊病例3282例 截至1月5号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8亿7201万7000几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2021年12月份 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之一 是冲绳疫情急速蔓延的主要原因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5号强调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战斗任务已经结束 伊拉克军方已经接管所有军事基地 目前伊拉克境内还有一些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